哎,保罗,我用追语法,而不是傲慢语偏见,测试AI翻译器,因为它似乎翻译得更清晰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在七月初的一个一场烟热的夜晚,一个年轻人走出他在S地方的住所, 还慢地走向K桥,仿佛在犹豫不决。他成功避免与房东在楼梯上相遇。 他的割楼,位于屋层高房子的屋顶下,更像处局而不是房间。 女房东是他提供割楼晚餐和服务员的人,他住在楼下。 每次他出去,他都不得不经过他的厨房,而且门总是敞开着。 每次他经过时,年轻人都有一种恶心、害怕的感觉,这让他周期眉头,感到羞愧。 他前方懂很多钱,害怕见他。 不是因为他贪笑,恰恰相反,而是因为最近,他一直处于过度紧张, 依女的状态,接近犹豫症。 女的状态,接近状态,接近状态,接近状态。 我现在们会发生的一种感觉。 我会发生的那种感觉。 它说,我们会发生的那种感觉。